各位观众讻者大家好 欢迎收看静情时庆二人组 我是林云生 我是文云 好 那集回来呢 我们继续和大家去否释 热血公民的所谓立法会议员 郑重泰这个人 不过永远 其实再仔细看郑重泰这个人 其实他有先例的 除了上次我们讲到的 这个浴警事件之外 其实之前大家都见到 杜策博旗 有一次他发生了 再追溯之前 热血公民参选立法会的细思大会之上 他的死对头 Man就带着稀钱去采访 他竟然就去做小偷 偷走别人 插在后庫袋的稀钱 大学广师都偷东西 大学广师偷东西 稀钱都是财物 其实是严格来说 但是更重要的是 这种小动作 完全看到整个人的性格 可以看到出来 同时我们可以投射到 其实他应该是一个 没什么政治抱负的人 如果一个有抱负的人 让他进入立法会 他一定会想着 如何实践自己的抱负 应该怎么做才好 不会这么无聊 去做这个无谓的小动作 虽然你说他没有政治抱负 但我又见到他的背景 他好像很有抱负 是的 他读很多书 甚至北上去北京大学 去进修 是的 所以我其实做了一些研究 就是说 其实他的政治背景 就是 香港理工大学 社会政策略业之后 2005年 才去北京读博士 之前 担任民主党的 湾仔区议员 李继雄的议员助理 而李继雄刚刚 2004年至2007年间 向区议会虚报文件 就是有些假文件 刚刚他在做助理的时候 是的 就是从泰当时 在做助理 虚报文件 申领营运开支 就是欺负了一些公币 最后被控 百汉罪名成立 就是入育五个月 是的 那区议员是入育五个月 是入育五个月 他就是那个助理 他就是 当时就是助理 有没有参与 我们不敢说 可能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但是呢 去到2005年呢 他去到北京读书的时候 其实情况都很有趣 当时呢 他其实呢 就接受过港台专访 大家看看当时他怎样说 就是我流中中国人的血 中国人的血 中国人的血 再看看2016年4月 当时已经成功拘捕的北戴博士 准备去参选 立法会的时候呢 这个郑松泰呢 是怎样说的 无论港独台独 完全不是问题 港独台独 完全不是问题 港独台独 完全不是问题 完全不是问题 阿蕭茜 你看回这两段片 你觉得对差 对比反差 很极端 很不好意思 我就觉得 是不是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当你在北京的时候 你就说 我流中中国人的血 但回到香港 就说港独有什么问题 嗯 其实我就觉得更加像是 他见到那个位置 有炒作公家 嗯 整个是一个政治投机 嗯 就好像刚才说到 就是他 如果觉得那件事 真的成立的话 我相信他是会想他怎么做的 嗯 我觉得他根本 他根本就不相信 港独这件事是有可能的 但是 他又炒作本土 就是炒作我们中国和香港呢 发展磨合之间有一些矛盾 嗯 有些人就将这些东西去炒作 嗯 接着进了议会之后 其实 死了 进去了 怎样呢 其实他没什么好做的 是 那无无聊聊无所事事呢 就做了那些小动作 那其实 其实他可不可以解释到给我们听 其实 倒插过旗是什么意思呢 哈哈 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 发生什么作用 可能他自己都答不了 是啊 我觉得纯粹是一个 我觉得纯粹是一个show 就是 大家没什么做 在等时间的时候 我要表现一下 是 那不然大家怎么会看到他呢 那尾光灯怎么会拍到他呢 接着是不定向的 接着又很有趣的 他呢 因为呢 选举当时呢 那么 肥佬黎和戴耀廷呢 就搞了雷动计划 就对他不礼 那他当选呢 突然间有什么叫呢 就说 我要打倒苹果日报 要打倒肥佬黎 这个就是当选之后的第一要务 是 那这个政杠 其实现在打成如何呢 肥佬黎倒了没有呢 就是实践成如何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呢 就是无定向导弹 它是一种呢 政治投机之余呢 它没有一个大方向 接着呢 就感觉就是 精力呢 就很旺盛 很活跃 所以有些大家所谓的小喝鸡的动作 小动作 那不断有些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 很细路 就是好像 真的好像你说的 精力旺盛不济 真是在搞事 还有 我也都很记得 他当时选的时候呢 也都有提过 就说 如果我们选到呢 又要辞职公投 这样彰显 他们相信的公议 那现在又选到 又不见有事发生 还有他宣誓的时候 他都很聪明的 我看过这么多人宣誓 那其实你就算 可能是朱凯迪 或者是罗冠聪 他们都会想一些方法 在宣誓誓词里面 去表态 但是他很 就正如你说的 他真的很现实 他一旦在宣誓的开头 他已经说了一段 就是说 我们呢 有佔中几多日 有旺国暴动 有什么 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抗争 政府都没有变过 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所以呢 我宣誓做任何东西 都没有意思 所以现在开始宣誓 他乖乖地宣誓 你看看他是一种 什么心态 就是 揽住他的意识 就是 做了这么多投机事 他想一些很漂亮的东西 包装到他 虽然我这么乖宣誓 他要包装我乖乖地宣誓 是 这个原因 是的 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继续 黏着HK支部 正情时趣二人组 再会